今天就帶來了一項 讓你的豪宅成為100分的 密密武器 什麼... Made in Japan 就是它 將將 老師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去日本的餐廳 他們會放在門口 對 最常看到的是在飯店 很多的飯店 他會就把它掛在他們的 衣櫃裡 對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日本銷售第一的 這種織品除皺的商品 因為它是透過了一個 天然的玉米萃取的成分 來達到除臭的效果 而且這是他們品牌的專利成分 這瓶是它的高效除菌 浴食是最有效的 就是對於除菌或是除臭的 這個部分是非常有效的 使用的時候非常簡單 只要用它 大概距離臭的東西 20公分 20公分 表面要噴到濕潤的狀態 好舒服 然後它裡面獨家的 專利的除臭的這個成分 它會先去很聰明的偵測 哪裡有髒東西 然後這樣 鎖定之後 然後把它包覆住吃掉 吃掉之後 把它分解脫離 留下淡淡的清香 日本人也很喜歡的 就是綠茶清香 它透過了天然的綠茶萃取的香氛 最重要是如果家裡面有Baby 或者是你對於香味比較敏感的人 它Baby那一款是有跟皮膚科醫師 共同研發出來的 完全不添加對皮膚有害 或者是香料這類的成分 所以是像Baby啦 敏感的人 那個噴了之後 你會覺得不但很舒服 把味道都消失了 而且把99.9%的細菌都消除了 那老師 既然這麼厲害 我現在就帶你去我家 最臭的這個地方 哪裡 這裡... 來... 什麼 我跟你講 男人呢 我是不讓他進來大門裡面 你看我老公的鞋子 其實都乖乖的躺在這邊 就是外面有沒有 然後連男人 就是我小孩的鞋子也在這裡 男人不讓他們進來 然後我很抱歉 我抱歉 妳老公只有四雙鞋子 加兩雙拖鞋 然後妳兒子只有... 兩雙啦 有一雙他穿進學校 這是他第二雙 我只能說在這個家裡面 男人只是工具好了 連鞋子都被皮到吃 為什麼妳的 他們的鞋子只能放這裡 你聞聞看啊 很臭耶 我的天啊 妳老公是住初中的朋友嗎 他的腳味怎麼那麼重啊 我跟你講 男生就是這樣 其實這也是很多人的困擾 因為妳明明都有換襪子 對啊 其實妳的鞋子呢 我剛才說味道最久 可能可以殘留5年 所以妳就說我也有洗鞋子 可是那個味道還是... 因為它殘留著 就是單獨把鞋墊噴濕 這樣子用嗎 單獨把鞋墊噴濕 因為最多味道的來源 都來自於鞋墊 鞋墊 沒錯 然後妳就把它放著陰乾 剩下在裡面稍微噴一下 一定要記得先把鞋墊拿出來 噴好之後然後再用 但有了它年終大掃除 才可以真正的乾乾淨淨 好耶 然後這個身材就裝給妳 謝謝... 大掃除真的不能指掃表面 連空氣上的異味 跟植物上的細菌 都要清除乾淨 才是真正的清潔喔 如果就是客人過年來到家裡 然後妳在... 客人很臭 妳噴他 不是... 妳如果那個電梯一出來 然後打開鞋櫃的時候 要幫他拿拖鞋的時候 然後妳如果飄出味道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請他趕快回家 不是 所以我也很注意這個 我一定要教大家噴一下 就是大概距離20公分 妳看我以前還要去日本扛回來 妳現在台灣都可以買得到 而且一瓶才100多 CP值很高 而且它不上衣料 天天都可以用 然後妳要把它噴到 微濕 表面微濕 對 它在鑽力除臭之後 它會把那個臭味帶走 給一些沒有辦法洗的 油脂 還有安全帽 它就是說 當妳噴在上面的時候 讓它自然風乾 它就會把異味帶走 因為它真的可以殺掉 妳看 99.9 細菌 細菌 除菌 然後這個是沒有味道的 如果妳是窗簾的話 就會用這個有除菌的 所以它有三種味道 而且我覺得它蠻厲害的是 因為其實有時候 它不是利用香味去蓋香味 它是去分解妳的異味 跟細菌 對 它不是說這個很香 然後去蓋過妳的異味 因為很多的那個 那個除臭的東西 其實這樣會更臭 妳就可以用這種來除異味 然後 而且它又不會傷害身體 還有不會傷害妳的衣服 好